陆军八军团所属步兵一一拐旅 四名官兵上午打把玩将五万多发空弹壳 装在大约五十箱左右弹药箱里 从凤山营区出发前往左营角库 没想到经过九如一路澄清路口 竟然掉了其中一箱步枪空弹壳 里面总共有1117发 当时军方没有停车直接把车开走 热心民众发现赶快送到警局 直到警方通报军方军方制裁察觉医师 对此外界也质疑军方运送弹药是否有疏失 八军团表示空弹壳必须放在战板再用绳子固定 并且需要两名士兵在旁借户 这次掉落整箱空弹壳没有马上下车及时巡回 八军团也强调车上一名军官长一名驾驶两名士兵 四人会议规定进行惩处 若是涉及违法将已送法办